最大的压力还在于我们能不能走在一个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这是最大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两项装下自理 包括我们即将会出台一个关于贯彻 国务院做出改革总体法案五十条的一个具体的实施意见 近期也向即将发布 我觉得我们只要这些工作能够做到位 方向找政权 中国还是应该可以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希望和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